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今我朝萧氏 沈氏 周氏 丙氏 四位郎君 这自婚与皇太女楚星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记住 你们入我东宫 只是朝政所需 不要妄想太多 本宫心里 只有谢自卿一个人 楚星辰 你怎么还不谈恋爱 再不谈你下不出去了知不知道 你就多大了 妈妈妈 我不想谈恋爱不行吗 你到底想干嘛 二十八岁了不谈恋爱 我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 我恐婚不行吗 皇太女与谢侧君入洞房了 楚星辰 我又不是政府 本不配这正红色 太女殿下又何必折腾这一番 什么政府 什么情况 我不是出车祸了吗 你 子清 这是我从京城名家那里买来的玉雕 还有黄金百两 你喜欢吗 凶俗 我还想约你去看花灯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 若水 这是我特意为你学来的玉雕 你喜欢吗 我那儿还有黄金百两 你可以买些你喜欢的 如今 你在皇太女身边 委屈你了 只要能见到你 就不委屈 我听说 今年的花灯特别好看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吧 你别担心 我到时候 就跟在你身后 当个打杂的就好 所以我这是穿越了 穿越到了你皇当政的朝代 楚国 皇太女楚星辰的身上 而这个男人 一边嫌弃援主 好处却招单全手 一边又给楚星辰 同母义父的妹妹 楚若水当舔狗 你不是一直想当我的女人吗 那我就如你所欲 你干什么 既然不情愿 又何必委屈自己 滚 让我管 你疯了 难不成 他点了崔晴香 你点了崔晴香 楚星辰 这不是你期望的吗 楚星辰也是你叫的 来人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楚星辰 你别后悔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你费尽心思 娶我的大婚之日 你却要赶我出去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他也不会拖下去 给我等着 殿下 你没事吧 远东 我中了崔晴香 快传太医 好 怎么样 可有解药 这崔晴香 只能靠泡冷水撑着 要说解药 营养调和 最好的解药 还是男人 殿下 您的五位夫君都在这里了 请您翻个牌子吧 五 五位夫君 嗯 我一个口昏族穿越古代已婚就算了 还一下子五个夫君 萧策军道 审策军道 灵策军道 殿下 不知叫臣来所为何事 是要让臣将东宫之权 交给谢自清吗 楚行臣 真是一夜都等不了 刚娶了谢自清 就要赶我们出宫 灵州 不得无礼 叹你殿下 你 你们 都 都是我的夫君 不然呢 楚行臣 你今晚给我个准话 我立刻就出宫 才不当你什么太女夫君 回去继续打我仗去 林策军 要称呼太女殿下 殿下 现在人齐了 是要让我们一同离开宫里吧 离宫 原生的记忆里 他是准备为了谢自清 前三四位夫君 但 如今我当政不过数年 朝中都是先帝的臣子 我为你挑选的几位夫君 代表了朝中各方的势力 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和把握 但这正是谢自清的目的 为了瓦解楚行臣的势力 将他心爱的女人楚若水 推上女皇的位置 独掌楚国大权 不行 不能让他们离宫 没有 没有离宫的事 以前是我不懂事 我向你们道歉 陈茂没乱 你居然会道歉 怎么回事 你最爱的蝎子清呢 太女殿下 蝎子军不好了 你快去看一下吧 既然如此 赶快找你心爱的蝎子清去 不管他 可是太女殿下 蝎子军住了随行香 一直泡在冷水里 再这样下去会死的 他喜欢泡冰水 那就让他继续泡 是他自作自受 传指 蝎子军在宫中 又会晤魅惑皇太女 进足玉华殿 不得外出 太女殿下 他舍得发蝎子清 我没事 那你们先下去吧 环冬 快准备一桶冰水 还以为她变了 结果中了催行香 还为蝎子清守身如玉 虽然不用拾起 但真是不守 凌舟 不要议论太女殿下 我就说你会后悔的吧 你最好现在好好服侍我 不然 事后别想再见到我了 谢泽军 太女殿下没有来 他说 说你魅惑皇太女 进足玉华殿 不准外出 什么 看什么看 楚清真男肯定会来的 楚清真那么爱我 他一定是欲行故纵 你就等着吧 他肯定会带着最贵重的礼物 来看我 环冬 我的几位夫君 平时都喜欢什么呀 我要怎么才能和他们 缓和关系啊 殿下 您终于想通了 但您之前 听那谢泽清的谗言 对侧君们态度不是很好 不过没事 只要您不偏宠的话 慢慢的就好了 不偏宠 是啊 奴婢日后 若是要娶三位夫君的话 一定要做到雨露君站 这样后宫才能和平 三位夫君 晚东你的志向还真远大 好吧 那我现在就去雨露君站 如今楚国虽然女皇当政 但时局依旧不晚 为什么要让我一个恐欢族 稳住五个夫君啊 皇太女这几位夫君 别的不说 要么都是一等一的好 太女殿下怎么来了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就挑一些字画送你 谢谢殿下上次 不知殿下这时前来 是要我侍寝吗 什么 侍寝 殿下您种了催情香 您这时来 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不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礼物先放这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啊 殿下您要走 是我们沈侧君 惹您生气了吗 宝普 不得无礼 还不快请罪 不 不用请罪 本来就是我打扰了 那个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侧君 您还有心情练字 今晚殿下要是能留在这 您可就是他第一个男人了 他不过是拿我当谢子清的替身 不会留下来的 我也不想他留下 是不是楚行臣来跟我道歉了 太女殿下去了沈侧君呢 还送了钱朝赐花做礼物 他去了沈苍竹那里 他是将沈苍竹 当成了我的替身 等着吧 他肯定会送我更贵重的礼物 来跟我道歉 宛东你先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说翻夜的早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 多谢你辅助啊 你 你是 殿下 这是你的第五位侧君 将为周不严 第五位侧君周不严 一碗水端皮 周不严 谢谢你救了我 你有什么喜欢的吗 我可以吧 这就走了啊 殿下 您忘了 是您自己之前不待见周侧君 说在您没有危险的时候 就不要出现 我以前这么差啊 看来修复关系任重道远 晚多我们先回去吧 殿下今日如此万诚 莫不是被人调了包 是殿下没错 别走 殿下 昨晚睡得好吗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昨天睡得格外的安心 丸豆 我们今天继续与陆军斩去 好 殿下来了 太女殿下来了 你说现在 这会儿是白天没错吧 小将军 您是说太女殿下 想要白日轩 你怎么来了 我就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送点东西 又送东西 我可都知道了啊 昨天你去了沈大哥那 你是不是把沈大哥 当作谢自卿的替身啊 还让他事情 替身 我没有把沈测军当作谢自卿的替身啊 再说也没有事情 你误会了 你干什么 我真的是来给你送礼物的 听说你儿时就是出了名的神剑手 长大了 长大以后就跟着大将军南征北战 所以我特意找人打造了这把弓箭送你 你 楚学生 你怎么可以昨晚睡那个白天摸这个啊 晚上睡这个白天摸那个 我没摸呀 你还说你没摸 我是摸了 但是我又没睡 怎么解释不清了呢 你不用解释 我都明白 你明白什么呀 你个小孩 小孩 殿下 你是不是忘了 我还比你大一岁呢 反正在我心里 你就是个弟弟 你 殿下 知道都不过我了吧 看你还敢不敢叫我弟弟 怎么感觉小将军还没开窍啊 你说什么 殿下 小的的意思是 殿下走了 您不跟上去看一看吗 对啊 他怎么送完礼物就走了 我还没赶他呢 晚东 你说 萧策军会喜欢我送的礼物吗 萧策军心怀天下 没有人知道他的喜好 但奴婢想 只要是殿下送的 萧策军都会喜欢的 对了殿下 上次您让奴婢找的奇珍异吧 奴婢也找到了 那个您可要放好 我有大用 是不是太女殿下来了 一会儿她来了 你就告诉她 我在这等了一夜 吹了一夜的冷房 殿下没有来 他去了灵策军那里 送了弓箭 现在往东宫萧策军那边去了 什么 你等着吧 他肯定准备最后过来 送我比那几位侧军 更贵重的礼物 侧军 殿下该不会是想直接宣布 让您当皇夫吧 皇夫 一定是这样 毕竟他那么爱我 珠穆 你一会儿就去告诉楚行臣 我病了 让他来见我最后一面 是 殿下怎么来了 也未见慎行传报 哦 是我让他们下去的 不想打扰你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想来想去 决定把这个送你 殿下 这是女皇赐您的玉如意 臣不能说 玉如意可以掌管府内的任何人 任何事 你如今在东宫 我早该给你的 也就是原生被谢子清迷了眼 一直压着玉如意不肯给肖旺 导致肖旺坐在东宫却没有权力 仅凭着实力让府中人认可他 谢殿下体贴 肖旺 听说 今年的庄子 都按时上交了资金 还有府内的大小事 也都搭理得津津有条 很厉害 殿下真的觉得 真厉害 当然厉害了 你方方面面都搭理得这么好 肖旺要是在现代 不得是个霸道总裁 认真来说还是个皇家总裁 再加上他的外貌 不知道收获多少迷妹 还从未有人 如此夸过城 不能进去 太女殿下 太女殿下 你去看看谢殿君吧 他在雨夜里等了您一天一夜 一直发热不止 现在已经快要不行了 好吧 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又是送礼 又是说好话的 原来都是为了气谢子清啊 太女殿下 我们侧君又是泡冷水 又是等您 现在高热不退 您快去看看他吧 不然他马上交不行了 不行了 那就让他死 楚行臣 那可是谢子清啊 你确定 殿下 谢侧君如果在咱们府中毕命 对您没有半点好处 谢家在朝中 好厉满天下 就不少想着他们的 那就别管他 去去去 殿下 殿下 灵侧君 你怎么会来啊 我就是随便逛逛 那正好 你们都在 我最近寻的一样东西 想明日邀请你们 还有沈侧君 明日来我府内一同观赏 什么奇珍异宝 这么神神秘秘的 秘密 明日你们到了就知道了 既然你邀请我了 那我就勉强去一下 臣谢殿下邀请 是殿下来了吗 侧君 殿下今日没有来 但小子听说 殿下在后院准备了一件奇珍异宝 想来是送给侧君的 那必然是送我的礼物 明日我们就去后院去 是 殿下 这棉桃树虽然好看 但真的有这么大用处吗 当然了 日后你就知道了 哎呀 如今各个夫君的礼也送过了 也算是一碗水端平 嘿 碗豆 我们去买点酒和点心 邀请各位夫君一同观赏啊 走 这就是楚行臣送我的礼物吧 让我看看 谢侧君不可 殿下说 此物在他回来之前 任何人不许碰 我们侧君在殿下心里什么地位 你还不知道 这本就是殿下准备拿来送给侧君的礼物 殿下一定是觉得 此处清雅高级 那几位的礼物 一定也是殿下想送你 嗯 那是 走 都拿回去 正好邀请我几位师语 一同来管事 欲如意识楚行臣送我的 暂时放在你这儿去 我现在要拿走 嗯 侧君 这定是太你殿下允许了 我还以为太女殿下开始变了呢 沈昕 不准一伦太女殿下 小将军 谢侧君将殿下送您的弓箭抢走了 还说本来就是送给他的 只是暂时放在您这里 楚行臣的什么意思 侧君 这您能不出手吗 既然是太女殿下授意 那便随他去吧 万东 等下就叫几位侧君来 四位都叫啥 我们边喝酒 边借上面棉桃树 殿下饶命 谢侧君打着您的秦号 将那棉桃树 搬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还 还什么 还将您送给各位侧君的礼物 都抢了去 说是您 受益允许的 殿下 他这么做不是砸您的碗吗 您之前做的努力 都白费了 赶紧去鱼花店 谢侧君 这么多奇珍异宝 太女殿下对您可真是太好了 谢侧君在太女殿下心中 果然不同 那是 我说什么 楚行臣便听着 各位看上什么 都可以拿走 谢自清 谁给你的权利 太女殿下 太女殿下 楚行臣 您欲擒故纵的目的达成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还想怎么样 我还想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别走啊 楚行臣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 你之前将那几位侧君 当成我的替身 你以为我不知道 楚行臣 我们才不当谢自清的替身呢 既然不欢迎 那我们现在就走 既然知道 还不快走 该走的人是你 楚行臣 你不就看见我跟楚若水 见了一面吗 你有必要抓住不放吗 楚若水人也让你打了 我也同意嫁给你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也知道你的身份 那你还敢去见三皇女 还有 我记得我让你禁足了 为什么你还能在我的府里 惹是生非 我 既然如此 那就罢了谢自清的侧君身份 成为普通氏君 我是谢家后人 你敢 谢氏君不懂规矩 禁足期间私自外出 抢夺其他侧君的物品 合理合规 我为何不敢 好 别后悔 站住 楚行臣 你是后悔了吧 你方才见到我 是不是忘了行礼 你让我 向你行礼 哦 还有灵策君 萧策君 沈策君 你如今身为侍君 你理应向他们行礼 还得是 慧拜你 你让我跪他们 堂堂书香门第 连话都听不懂啊 你 萧策 一个打男人 说晕就晕 小望 回头 你找个精通礼仪的先生 好好教教谢氏君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啊 楚行臣 你喝醉了 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 大白天喝酒 殿下放心 陈会长最好的礼仪先生 去 谢氏君的府中看看 对不起 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都被谢自清给搅黄了 你们把礼物带回去吧 那都是我认真准备的 不是他说的那样 就谢自清的戏胳膊 我看也拉不起来我的功吧 那是 世君 你醒了 我好像做了个梦 望见楚行臣 让我看你几个侧君 你下跪认错 世君 这不是梦 太女殿下 还派了教导礼仪的先生来 专门教您如何行跪拜礼 什么 世君 还有一事 三个月后 就要举办国宴了 三皇女 已经准备了采取行动 针对太女殿下了 她出事了 初行臣定来认错 殿下 人影竟然谈好了 敢于我争 得看有没有争 怎么了 你还有事情吗 狗太女 拿命来 诚恬 初行臣 你就不配当黄太女 我又顽固贪污 再款 你最该万死 说 谁派你来的 初行臣就应该 让位给三皇女 只要三皇女 才是我们大楚的希望 到底谁派你来的 就算你杀死了我 我们还有很多人 你根本就杀不完 殿下 此人想杀你 留不当 我明白 让我活活 好 那我就先退下了 周碧雁 你别走 万一又有刺客冒出来 要杀我怎么办 殿下放心 有我在 没人能伤得了你 今天多亏了你在 你护驾有功 想要什么赏赐吗 只要你说 我都尽量满足 殿下 我无所求 我时刻在暗处 殿下有事换我就行 周不洋 你等等 我睡不着 你陪我聊聊吧 我一直特别好奇 你们暗卫 是无时无刻都在吗 那我方便的时候 你不会也在吧 非礼无事 非礼无挺 那你过来跟我说说 你们平时 都是怎么吃饭 喝水的 别走 周不言 你是不是忘了 你除了是我的安慰 还是我的夫君啊 殿下 不是您说 侧君的身份 只是个摆设 让我不要痴心妄想了 我那是胡说的 周不言 你再走 我就抱着你 一直不撒手 你抱不动 什么 周不言 今天有刺客 我一个人真的会快点 殿下 睡吧 我在这儿守着你 小军 慌慌张张地坐下 昨天晚上 皇太女殿下 遇刺了 什么 灵色君 太女殿下 他昨夜遇刺了 什么 沈四君 太女殿下 他昨夜遇刺了 你们都来了 看来殿下遇刺是真的 灵色君 你 这 这就是你们说的遇刺 这就是你们说的遇刺 看什么看 你们怎么来了 楚星辰 你是不是耍我们 我们以为你遇刺了 不过现在看 也没事 殿下 书臣冒昧打扰殿下了 殿下这般 是为了让谢氏君担心吗 需要臣去叫他吗 不是 不用 那臣 殿外都好 昨晚我确实遇到了刺客 多亏了周不妍保护我 这才没事 彻夜保护 能保护不好 灵策隽 殿下无视变好 如今时局不稳 国宴在即 殿下万不可以有事 臣提议 日后殿下上朝 分别有一位侧君 半您左右 护您周全 这 会不会太麻烦了 一切以殿下的安全为重 是啊 暗卫又不能上朝堂 再说你名声这么不好 指不定有多少人恨你 别等到时候影响我们 还说我们护军不周 原来如此 若我出事 侧君们定有责任 说不定还会问责 他们背后的家族 我知道了 那就以大局为重 听消侧君的 那今日 便由臣 陪您上朝 三殿下 我们派去的杀手 刺杀失败了 一群废物 奴婢还听说 今日探你殿下上场了 我们 我自有安排 下去吧 殿下这就对了 您之前老是不上场 三天两头的 就去找那谢子 以后不会了 咱们爱美人 也得爱江山 没想到有一天 我也能体会 皇帝的快乐 臣还请女皇 立刻罢证皇太女 不然 臣就一头 撞死在这殿上 且慢 哟 老臣 这是眼花了 天上下星星了 皇太女 也知道上朝了 女儿 拜见陛下 我儿免你 不知这位王侍郎 为何说我不配 当皇太女 哼 说今北边 灾荒欲寒 朝廷批了灾款 而你呢 竟然善用朝廷灾款 去买那些 好看不用的 奇珍异宝 哼 三皇女 每日吃糠艳菜 省下钱菜 师州救济百姓 你也配当皇太女 不知王侍郎说这些 可有证据 来人 将那奇珍异宝 抬上来 让大家都看看 皇太女的豪舍 这棉桃树的盆栽 可真漂亮 可惜呀 中看 且无用 原来他们说的是 我买的棉桃树 王侍郎误会了 我买这棉桃树 是为了救灾用的 你撒谎 这棉桃树 有什么用 它只不过是 官赏的玩物罢了 那要是我没有撒谎呢 那臣 就给皇太女跪下 来人 拿布和针线来 这太女殿下 又要搞什么名堂啊 谁知道呢 我偶然得知 这棉桃树上的花 又称为棉花 能制成各种 规格的织物 还能填充衣服 制成棉衣 厚厚的棉衣 冬天可以保暖 百姓的生活 也可以提高了 哎呀 手 软 陛下 是真的 臣的手 真的暖和了 若是当年 母亲能有名被淫妇 就不会被冻死了 太女殿下 难道真的变了 开始为您着想了 若真如此 百姓们就能安然地 渡过这个寒冬了 王侍郎自己感受过 如何呀 嗯 一点小计谋而已 我记得 王侍郎 刚才好像说过一句话 是 王侍郎说过 若是错怪我们殿下 便给殿下跪下 皇太女 让臣下跪 臣 再永不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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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 你 不是 啊 啊 啊 楚清晨 你样样比不了三皇女 三皇女廉洁 你贪污 三皇女怪心百姓 你视百姓为除狗 你该死 三皇女殿下 老臣下辈子再为您 效拳马之力 我 你 没有人派我来 他本来就该死 说若是 大胆 朝堂之上成何体统 来人 拉下去 散朝 小王 你说 今日朝堂之事 还有昨晚的刺杀 是不是都和我那三皇妹 除若水有关 殿下 您察觉到了 我又不傻 他们处处将我与那三皇女对比 察觉到便好 如今朝野 都是三皇女底下的人 再加上陛下的身体 日渐不佳 臣 多胆说一句 这三皇女殿下 怕是已经起了 杀你而代之的心 他要谋逆 再过几个月 便是谷业 他定会有所行动 你也需要在这几个月中 换回您的威望和名声 所以女皇 想要把朝中几位 重要家族的夫君嫁给我 是为了稳固我的地位 没想到 如今没有宫斗宅斗 反而来了朝堂党争 殿下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那个 你今天也累了 就先回去休息吧 那臣退下了 嗯 等等小王 你 你的衣服好像不小心脏了 要不然换一件 无碍 臣回去自行清理便可 嗯 好 小大哥 你们从朝堂上 嗯 灵侧君 是来关心殿下的吗 你们还怪激烈的 什么 不就是口红印吗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谁在乎 我可不是关心他 我就是随便逛逛 原来如此 哼 楚行臣下朝回府了 是 听说朝堂上发生了争短 三皇女势力雄厚 她没人可用 总是要来跟我服软 哼 等着吧 她下次上朝 肯定得让我陪着 若她表现好 我就勉为其难地帮她一下 根本就杀不完 你该死 婉东 殿下 奴婢在 我实在睡不着 你陪我聊聊天吧 殿下 既然您害怕的话 不如咱们来翻牌子吧 有人陪着就能睡着了 婉东你别闹了 奴婢可没闹 您真的可以翻牌子 女子嘛 就要及时行了 那 那我就试着 翻着玩一次 一天一下到火地的感觉 是周策军 今天晚上 神策军 灵策军 肖策军 周策军 事情 楚行辰 你居然同身四个人士气 不是 不是 我 我就是翻着玩呢 殿下 奴婢可没说翻着玩 但是 既然灵策军来了 奴婢就先退下了 婉东 你别走 听说 今日朝堂上 有人要刺杀你 你有没有事 有消枉在 没有事 哦 那我走了 等等 灵州 你 你先别走 难不成 她只想今晚让我试寝吗 灵州 你 你还在吗 我 我在 谢谢你啊 我站稳了 令人讨厌的楚行辰 也会这么香软吗 刚才蜡烛灭了 我有点害怕 现在点上了就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怎么 太女殿下 这事用完了就抛弃了 灵州 你别说这么容易 引人误会的话好不好 我就这实话实说嘛 太女殿下 醒了哪里去 我可不想和你有什么牵扯 我 那我真的走了 听说 周不言 回宫汇报去 哟 这寒风瑟瑟的 我还听说 有些东西 最喜欢晚上出现 我要是走了 可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可不怕什么牛鬼蛇蛇呢 罢了 我就 勉为其难地 守你一夜吧 省得你们到时候说我 说我灵家没有守护好太女殿下 可是外面这么冷 要不 你还是先回去吧 怎么 周不言能陪 我就不能陪 你放心 你睡了我就走 我才不会傻傻陪你一晚上 沈大哥来了 这晚呆得我 腰酸背痛的 林测君 昨晚是在太女殿中 那当然 那当然不是了 沈测君怎么来了 昨日听完朝堂上的事情 来看看殿下 如今殿下没事就好 打扰他 你们继续 你别误会 我们没什么要继续的 确实没干什么 你还是找沈测君 好好解释去吧 不是 不 不是 我啥也没干我 殿下 我刚才瞧着几位侧君 好像脸色不太高兴 要不 您再端端水 争取给他端平了 您现在的处境可是很危险 可不能少了他们的支持 我明白了 那我 等会儿去给沈苍竹送一床棉被 晚上再陪向晚喝两杯 那灵侧君呢 今日荡气有点满了 明日再安排他吧 谢侧君 他不在计划内 你说楚雄称怎么还不来找我 该不会是他受了委屈 当缩策乌龟了吧 听说朝堂上发生了大事 太女殿下定是受惊了 当时侍君您安慰一下 太女殿下一定很感动的 是不是太女殿下来过了 没有 太女殿下先是去了沈测军那里 现在正往萧测军那边走 更是听说 昨夜是由灵侧君陪着的 什么 不可吗 他在朝堂上受了委屈 都是来找我的 奴 奴婢听说 太女殿下没有受委屈 反而搏了王侍郎 更是用棉桃树织成了棉衣棉被 引得大臣们欢喜 而萧测军则是一直护着太女殿下 最终王侍郎刺杀失败 撞死在了大殿上 用棉桃树 做成棉衣棉被 定是与那几位测军脱不了干系 当初那几位测军看着清告 现在不还是八戒楚星辰 是啊 哪乡是君您 都是太女殿下八戒您 他迟早啊 是来求着我的 萧望 我来找你喝酒 殿下 快坐啊 殿下昨夜 也是找灵侧君喝酒的吗 昨夜 昨夜是灵侧君他怕有刺客 所以守在房外 房外啊 来 你快尝尝 这个呀 是我让婉东找来的梅子酒 听闻是全程最好的 快 好喝吗 其实殿下 不必亲自来的 若说感谢 也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对 为何 殿下 您别晃了 我没动啊 你喝多了 你不会是一杯倒吧 殿下 若我母亲当年能得知一面杯 也许就不会离开了 侧君 您还睡得着啊 怎么了 今天早上殿下亲自给沈苍竹送去棉被 晚上又和萧侧君喝酒 听说他们两个脸红得跟桃花一样 您还坐得住啊 楚星辰他这是屎乱中气啊 无所谓 我才不在乎 吴文东 我头好疼 殿下 你发烧了 传太医 殿下怎么样了 只是小小风寒 吃点药 休息几天就好了 不过要注意 让身边人好好照顾 殿下明明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生病了 就他的身吧 不生病才奇怪 更别提昨天是送棉被又是喝酒 瞎折腾 那就由我来照顾殿下 还是我来吧 我去就行 怎么 殿下又不是周策军一个人的 我们几个家族 也都担负着保护殿下的安全 算了 我们都是殿下的策军 就一同照顾殿下吧 谢氏君身为氏君 就不用了 太女殿下以往身边都是来找我的 你们等着 若是太女殿下起来见不到我 拿你们试问 小王 殿下你醒了 好些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殿下 你终于醒了 太医来看过之后 几位侧君便留下来照顾你 既然殿下醒了 那就交给晚东姑娘吧 殿下 看得出来 几位侧君还是很担心您呢 那 明晚便要他们一起吃顿晚餐吧 殿下 昨晚谢氏君也来了 要不要一起啊 他就不用了 你随便赏赐些东西就好 三殿下 听完昨夜太女殿下风寒 在他的侧君细心照顾下 京城便痊愈了 什么 楚星辰那些侧君 代表着朝堂上的势力 怎会与他如此亲近 他不是要和那些侧君一同用餐吗 那你就去给他下情图 倘若他在那些侧君的面前出丑 他们必定以此厌恶他 奴婢遵命 碗豆 差不多了 你去请侧君们过来吧 好 奴婢这就去 哎呀 急什么 你看 晚宴我是穿着翠竹绣花号 还是这白玉兰花号 世君 太女殿下 没有邀请您去饮餐 什么 但太女殿下 尝了好多东西给您 想着是惦记着您 怕您身子虚弱 才没有让您去的 对 没错 一定是这样 而且 那群侧君 怎配与我一同吃饭 你们来得刚好 这饭菜也备齐了 就差就了 来 上酒 去查查那个侍女 是 呢 谢谢 我随手买的 我很喜欢 是三皇女的人 这酒可能有问题 嗯 来 我敬大家一杯 谢谢你们这么照顾我 这杯酒 还是由我来敬殿下吧 感谢殿下这段时间 送臣的礼物 怎么了 快说那衣 太女殿下 侧君这是中了情毒的反应 若不解毒 沈侧君将会寒起攻心 最终 不治而往 情毒 可有解药 此毒只有原防 阴阳调和 没有解药 原防 殿下 求求您 救救我们特军吧 宝普 闭嘴 殿下 你不必担心 一定是那太医 为言诵听 趁一个人待着就行 小侧君 麻烦您带太女殿 向前出去吧 不想在你们面前丢人 殿下 我们出去商讨办法 周侧君 已经去寻找神医了 相信他 定会找到的 殿下 侧君他上了锁 奴婢求求您 救救我们侧君吧 宛东 殿下 这神侧君 既然是您的夫君 即便是原防 也是天经地义的 宛东 带我去梳洗吧 楚行臣 神侧君中毒 也是因为我 殿下今晚真的很美 殿下 不好了 灵侧君 肖侧君 周侧君 也都中了结果了 什么 怎么会都中毒呢 奴婢不知 周侧君回来以后 其他侧君便相继中毒了 那我也不可能 一晚上解四个人的毒啊 宛东 我们快去看看 楚行臣 殿下 你好美啊 你们在干什么 都什么时候来喝酒 不 不是 你们怎么会都中了情毒啊 周不妍找来一个神医说 要 要要酒才能解情毒 但是那个神医又不知道 哪一瓶才是要酒了 我们就都服下情毒 一瓶瓶的试酒 这样也能快些 你们 和神侧君的关系 还真好 殿下 找到了 是这瓶 藏主 殿下 你愿意 你愿意 快把酒喝了 喝了就好了 怎么样 是不是不冷了 是 殿下 您找到解药了 这还要多亏他们 帮你试药 谢谢各位 快坐下 说到底 都是因为我 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找出来 下药的人是谁 肖色君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沈仓主 以你的情报 会不知道今夜的酒里有毒 是 我确实知道 但知道是一晚 没有了缺陷的证据 我也只能以身试毒 倘若没有紧要 间歇变不通 你是为了这个吧 肖色君说笑了 我们成为殿下的侧君 不就是为此吗 那你也不能算计他 算计 我并不知那是什么毒 就算它是致命的毒 我也会和 谈何算计 原来如此 你是为了让殿下愧疚于你 无论结果是什么 只要这酒里有毒 殿下就会愧疚你 你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 肖色君 好像格外关心殿下 难不成 是喜欢上殿下了 难不成 是喜欢上殿下了 我记得肖色君 是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看来如今 也有在乎的人了 我和你一样 都是殿下的 夫君 都是为了 家族 殿下 下有的侍女调查出来了 是三皇女的人 上次是她要刺杀我 这次还是她 环冬 在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三皇女 我的好妹妹 太女队下 女皇那边派人来问 过几天的祭祖 您准备带哪位夫君参加呀 祭祖 是啊 陛下您忘了 每年您生成之前 都是需要去祭祖的 为的就是祈求楚国 风调雨顺 当然 您身为皇太女 带的夫君也很重要 是未来皇夫的人选呢 往年 您都是她细世君娶的 我知道了 您去和陛下说 我会好好安排的 是 世君 往年殿下都带着您 今年一定如此 必须的 看样子 今年又是谢世君啊 年年都是谢世君 难不成谢世君要成为皇夫了 殿下 谢自清 你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随你一同去祭祖 我又没打算带你 今日我要带另外四位侧君 一同参加 你 你这么打算带我 当然 太女殿下出来了 太女殿下出来了 你们看 这下还是谢世君吗 太女殿下 你喜欢哪个呀 你最喜欢哪个呀 水和年风这么开放的吗 那必定是谢世君啊 殿下可是为了 一致千金啊 我觉得肖子君也不错 实在 能当大事 我还是最喜欢林少将军 但沈测君我也喜欢 殿下 您到底喜欢哪个呀 对啊 对对啊 您喜欢哪个呀 我都喜欢行了吧 我都喜欢 都喜欢 殿下 上车吧 谢谢 又完了一步 三殿下 下药的事情失败了 卢必猜测 可能跟他身边的暗卫 周不妍有关 周不妍 一个暗卫而已 既然成了我们的绊脚石 那就把它除掉 枫叶 黄姐针对我也就罢了 如今 连他身边的一个暗卫 都要给我使绊子 交给我 我来解决他吧 世君 殿下他们真的走了 什么 竹墨 我们走过去 我就不相信的楚星辰 不心疼 世君 这可是五十里路啊 希望楚国 风调雨顺 希望我身边的人 平平安安 好了 我们回去吧 等等 殿下 您还没去送子观音 那里拜一拜呢 什么送子观音啊 女皇陛下说 她的身体运发的不好了 希望您能生下一位继承人呢 说这一次 一定要去送子观音那里拜一拜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那 那你先让几位侧君先回去吧 一路颠簸 早些休息比较好 殿下体谅各位侧君一路颠簸 还请各位侧君先回乡房休息 宛东姑娘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殿下她早就走了 刚刚为了摘果子还摔倒了 现在正在南乡房叫你呢 你快 什么 我没见殿下出来啊 宛东姑娘您可别磨叽了 您快去吧 天下都流血了 什么 殿下受伤了 怎么不早说 你是 宛东呢 朱宛言 想要太女殿下活着吗 放开殿下 放了她可以 地上有把匕首 你自杀我就放开 别听她的 那匕首上有毒 她不敢杀我的 不敢 你现在杀了我 嫌疑最大的 就是储若水 你敢吗 我现在可以不上 我现在可以不上 但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周瑟君应该明白 有种药能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要怪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看着你身边的人在你面前死去 该如何 周瑟君应该 周瑟君应该 找太医 我们走多久了 快到了吧 师姐 这才走了二十里 还有三十里呢 哎 哎 师姐 好像是活他女府里的事 难道活他女回来了 什么 走吧走吧 回去吧 太医 他怎么样了 幸好多次掠了毒 处理的叫急时 没有侵入五脏六腑 老臣已经将余毒处理 不过后续还需好好观察 避免发热 好 谢谢太医 哎 哎 你别乱动 太医刚刚才把你的伤口包扎好 殿下 我只是一个安慰 没有任何势力和背景 不值得你这么有心的 我说值得就值得 殿下 这次都怪奴婢 要不是奴婢被那侍女骗走 也不会害得您和周瑟君受伤了 不怪你 要怪 就怪凶手和他背后的人 湾东 你派人去追查那刺客的下落 敢害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是 殿下 等车好了 殿去查清 你马上要生存了 不要为这些烦心 生存 你不说我都要忘记了 我的小将军哪 您别再转圈圈了 转得小的眼睛都花了 你说这马上 楚清晨的生存就要到了 我送的什么了 这 小的也不知道 不然 您去看看 其他测试送了什么呢 对 我去看看他们送的什么 我可不能比他们差 出来 沈大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沈大哥 你是打算送话给楚行辰 站住 转身 出去 那不是灵策军吗 看什么呢 我看萧大哥给楚行辰送什么 结果什么也看不起 萧大哥 想抄我的生存礼物吗 没有 我 我就随 随便看看 灵策军 如果想知道殿下的心思 大可以去问殿下 万东 给我倒杯茶 灵州 你怎么在这儿 殿下 请吃水果 殿下 出这儿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说吧 你想干什么 这不是 马上到你生辰了吗 你喜欢什么 生辰 以前倒是会吃蛋糕 如今 你们送什么的 蛋糕 蛋糕 蛋糕是什么 蛋糕就是 奶油 圆形的 雪白的 然后上面会装水果 再点上蜡烛 跟你说也说不清 你送什么都可以 蛋糕 我懂了 测军 那灵测军和肖测军 甚至谢测军 都开始为殿下的生辰 准备礼物了 您这还有心情 在这儿喝茶 一点都不着急 小的可没见您准备礼物 急什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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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你又本事杀了我 你应该庆幸 你现在还有用 不知道几位侧君都送什么礼物给殿下 殿下 沈侧君来给您送生辰礼物了 快请进来 没想到第一位是沈侧君啊 沈侧殿下岁岁年年万喜万般怡 多谢沈侧君 不知道沈侧君给我们殿下送什么礼物呢 这不是那天的刺客 它叫枫叶 是三皇女府中的侧君 同时也是三皇女手中最锋利的剑 今日我将它作为生辰礼物送给殿下 希望殿下能够喜悦而终 沈侧君的礼物我很喜欢 殿下喜欢就好 我本不想与我那三皇妹争什么 可你们三番两次害我性命 如今还要害我身边的人 真当我处形成软柿子吗 你哪里比得上三殿下 三殿下对百姓仁慈 天真可爱 你哪一点都比不上她 天真善良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天真善良的人 几次对自己的姐姐下死手 对旁人更是草菅人命 既然你觉得她天真善良 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她怎么让你对周不言的 现在的你就是什么下场 不 殿下 三皇女带礼物前来 说是要给您住上 我不去找她 她反而来找我 至于这个人 殿下 交给我吧 多谢沈侧君 嗯 我倒要看看 这个储儿水要干什么 太阳殿下 我进来 妹妹见过黄姐 黄姐进来 别来无恙 托妹妹的福 很好 今日黄姐生辰 妹妹特准备了些礼物送给黄姐 希望黄姐喜欢 这些都是之前人生 送给谢自卿的东西 黄姐喜欢吗 妹妹听闻 黄姐曾经府上也曾有过这些 都是一些不要的废物罢了 早就丢了 没想到三妹竟然喜欢捡垃圾啊 你不在意 这三殿下送太女殿下不要的东西来祝寿 这未免太明显 确实啊 像那小家子卸了些 黄妹当然不如黄姐家好说了 可这些东西都是黄姐精挑细选送给谢氏君的 如今说是垃圾 不怕谢氏君难过 我送给谢侧君的礼物 他转头就相赠于你 我竟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夫君与旁人的关系如此好 难不成 你们有奸情 我 肖旺 你告诉大家 若是太女夫君和外女有奸情 该怎么处置啊 据我朝律令 太女殿下的夫君 若与外女有所纠葛 按律 二者都是要被杀头的 我跟谢氏君没有关系 只不过头喜欢字画罢了 清清白白 黄姐怕不是自己没有才学 得不到谢氏君 这才诬陷我和谢氏君有奸情啊 这倒是 听说三皇女才情斐然 谢氏家谢君也出生在儒家谢氏 这俩人有交强 算什么 没错 反而这太女殿下 只知道喜欢一些玩物吧 楚星辰说是不在意 这不还是和若水为了我争承 让楚国最高贵的两个姑娘为我争承 最过 最过 我为了得到谢自清 我的四位夫君个个比他优秀 我为什么要放弃 而且谢自清 你身为侍君 好像没有资格站在我身边吧 还不快下去 丢人谢意 楚星辰 你怎么看当时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呢 你要是再不下去 我还有更过分 你想让大家都听见吗 周不言 你站那么远干什么 又忘记你是我夫君了 周不言他还活着 枫叶不是说得什么吗 看着他自尽他 今日三殿下送来了这么多礼物 不如 臣也替我们殿下 给三殿下活一个礼 这就是沈家敌长自沈仓庄 果然俊 汐止比那些自清还要带鸭 此时送礼 难不成是对我芳心爱雪了 我只是尽了黄妹的责任 沈策军过孕了 你快看这么大一箱 这里边是什么贵重物品啊 可别送什么贵重礼物 咱瞧瞧 平时看 这三皇女知书达理 如今看这仪太也不怎么样啊 是啊 就是 是啊 一个礼物就如此 是难堪大任 三殿下喜欢吗 喜欢 我身子有些不适 先回去了 走 神仓主 你给他送了什么 让他竟然当场丢脸 还要认下 只是将三殿下的侧君 还给他而已 看得漂亮 今日生辰 大家不必拘束 宴会正式开始 好 好 好 开始 星辰 肖旺 你在这儿啊 喝杯茶 醒醒酒吧 臣是来给殿下 送生辰礼物的 这手镯 是臣亲手打造的 里面藏有银针和利青 现在市局不稳 在危难之时 可以用来自救 但是臣 还是希望 殿下永远也用不上 真好看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是为了镯子 伤到了吗 臣没事 礼物我很喜欢 肖大哥 我听说 慎行在找你 既然礼物送完了 你去走吧 灵州 今日殿下太累了 不要打扰他太久 要你管 灵州 知道了 小大哥 这个就是你送给我的 生产礼物啊 虽然我不知道 你说的蛋糕 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按照你的说法 做了一个 真的很像蛋糕 真的 你有火折子吗 可以点燃这个蜡烛 希望今后 碎碎顺心 谢谢灵州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 可不可以晚上陪我喝酒 你和肖大哥喝过 还没有和我喝过 哪有人送礼物 还要别人回礼的 不过今天我很高兴 所以我答应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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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拿了我的清白 抛弃我 我什么时候拿你清白了 嗯 嗯 太晚了 你该回去了 嗯 你竟然不认 哎呀 嗯 你明明摸了我 你还见周大哥 我 周先生 我到底算你的傻 我没有啊 你到底成不成啊 你夺了我的清白 嗯 嗯 嗯 金枪 快来把林策军给带回去 嗯 小将军怎么先把自己给喝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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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不言 这个 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啊 日后殿下无论在哪儿 只要吹响口声 我都会出现 谢谢你周不言 我很喜欢 殿下 我会隐蔽护你周见 嗯 所以曾被理数 你也随成捧 应酬的一天 终于结束了 嗯 啊 今天的天气 啊 殿下 殿下怎么了 真是 哼 我的好妹妹 又给我送了一份大礼 好好的一天 都被她给毁了 碗东 替我书写 我要去三皇女府回礼去 太女殿 起开 太女殿下 您怎么来了 出若水 要是你下次再敢惹我 这把刀 就不是在桌上 而是你的胸口 楚行辰 你居然敢 你看我敢不敢 哼 嚣张不了多久 等国宴 我把她踢下台 必定让她死了 身之地 婉儿 你去找人散播出去 就说太女殿下 目中无人 豪横至勤 直到闯入三皇府 威胁皇后 上朝 参见陛下 起来吧 陛下 臣有事要揍 臣要弹劾皇太女殿下 皇太女处星辰母中无人 前几日 甚至闯入三皇女府中 迟到威胁 这可是身为皇太女所干之事 刚上书 皇家也不是故意的 何必在朝堂上书 三殿下不必替皇太女殿下求情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太女 她说的可属实 属实 可是 你是太女 再这样下去 怎么能坐稳太女之位 陛下身体抱恙 今日退朝 陛下 高尚书 今日已退朝 有什么事明日再说 今日我护得了你一时 护不了你一世 我的身体你已看到 怕是时日不多了 老三的狼子野戏 已经不加掩饰 皇娘希望你能快些担起大任 皇娘您放心 我有数 几个月后的国宴 我定会加倍奉还 今日陪你的是萧家的孩子吧 行了 你下去吧 陛下 儿臣禀报 太女殿下作风不端 私生活混乱 经常出现在烟花柳孝 包养头袍 望陛下惩治皇太女 以正朝高 三殿下 你可有证据 我当然有证据 明日便让大家亲眼所见 大胆 三殿下怎么私自退朝 罢了 散朝 太女殿下 你 你不成气 不成气呀 家父已是失言 还请陛下原谅 你是个好孩子 下去吧 太女 你随我去趟书房 是 你看 看看 这些都是弹劾你的奏折 这就是你说的 将一切交给你 母亲别生气 我怎么能不生气 沈家已经对你生了嫌弃 若真如储若水所说那般 你在外面包养头 势必会引起其他三家不满 若没了四十家的支持 即使储若水发生公变 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没有去红楼 储若水是瞎说的 他拿不出证据来的 请您相信我 待到国宴之时 定会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让您不再担惊受怕 我是在担心自己吗 我是在担心你 您放心 陛下 前面那可是三皇女府中的婉儿 是她 丸东背马 我们跟上去看看 是 丸东 你先回府 我和沈苍竹下去看看 嗯 楚星辰上钩了吗 已经上钩了 奴婢看着他 跟着我们在红楼附近 停了马车 只要他进了红楼 就会被我们打手绑了 跟头牌关在一个房间 见识按照殿下您的计划 叫上各位大臣 请楚星辰的几位夫君 一起看这出好戏 楚星辰 没了四大世家的支持 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斗 嗯 殿下怎么了 是 臣脸上有东西吗 嗯 没什么 就是太干净了 跟我来 走 哎 沈苍君 你换好了吗 好了 嗯 那我进来了 嗯 殿下 沈苍君 你待在我府里 还真是聚才了呀 什么 嗯 没什么 就是好像 还缺了点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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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样跟我进红楼 我就不显眼了 哎 嗯 老大 这位才是红楼的头牌吧 比刚刚那位美艳多了 你还是玩小姐们的人 带走 带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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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呀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嗯 嗯 嗯 你放心啊 晚东看到我们没回去 肯定会派人来接我们的 嗯 嗯 殿下 何尝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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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 那个床 床也挺大的 哎 天色已晚 殿下就累了 不如早些休息 嗯 我不累 雪狼 我想了你好久了 都不见你想我 姐姐 雪狼一直在等你 哎呀 这个厢房 怎么不格音啊 我去提醒他们 哎 你 殿下 慢些 谢谢 谢谢 殿下若是在意 晚上晨会在地上步 神色君 今晚你要睡里面还是睡外面 什么 嗯 我们今晚一人一半如何 殿下要和我同床 我想了一下 反正我们是同伴了 不用在意这些了 哎 神色君 你干什么 殿下 是对所有男子都不在意 还是从未将臣 当过夫君 嗯 是夫君 暂时的 殿下若日后再和男子同房 不可如此 松懈 我相信 神色君是君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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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不会这样抱着神仓中一页吧 殿下 早啊 早啊 沈宋君 大家都看见了吗 好大的一张床啊 黄太女夜宿红楼 竟与红楼头牌私混 你什么一国太女 怎么能如此荒唐呢 刘正 不能盲视 太女殿下 你不把我们沈家放在眼里 你之前赤迷谢子卿我不说 至少谢家 也算是门乡书弟 这 这红楼 沈丞相您别生气 黄且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又怎会将四大师家放在眼中呢 无德 无能 无才 如今又不知羞耻 这杀人羞愧 羞愧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里面 舱主 沈舱主 不可能 舍里明明应该是头牌才对 沈 大总 怎么是你 你 逆子 见过父亲 呃 沈丞相 这 这舍里呢 老夫的眼泥都让 你我进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殿下的侧君 和殿下在此共渡一晚上 有什么不妥吗 共渡一夜 你昨晚 和楚行臣 那也不能在这种地方 我们沈家的家鬼是怎么教你的 我 我 我打死你 老陈 老陈 别冲动 别冲动 就算不是头牌 探紧殿下带着侧君 逛红楼也是不懂 这让皇家颜面何在 沈家的颜面 让你丢尽了 好 散了散了 大家都散了吗 沈丞相 偷偷我 殿下 我们回去吧 侧君 您真的和殿下圆房了吗 什么 圆房 灵侧君这么晚怎么来了 是 藏主 怎么了 灵侧君这样 难不成手握兵家的灵家 着急了 什么灵家 什么急了 我跟你谈楚行臣 谈我灵家做什么 我们四大师家家导航在你 不就是为了做作势力吗 灵侧君这样兴冲冲过来找我 不就是怕我与殿下圆房 灵家晚了一步吗 为了家族 灵侧君难道是为了殿下吗 我 那你到底有没有和楚行臣圆房 没有 没有就好 这一向低调的灵家 难不成也想出个皇夫 小将军 您都练一晚上了 休息一会儿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他对一个姑娘十分关心 他总是想见她 看见其他人跟她在一起 又很不开心 这是为什么 喜欢上人家了呗 喜欢 小将军 你终于找到了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你喜欢谁啊 是 泰宇殿下吗 别乱说 我说的是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 嘿 你 去打探打探 楚行臣她都喜欢些什么 婉冬姐姐 婉冬姐姐 走 怎么了 你知道太女殿下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吗 他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人啊 你问这个做什么 难不成 你也想做太女殿下的策军 不是我 我是替小将军问的 婉冬 这么晚了 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殿下你到了就知道了 灵州 这些都是你布置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这是 楚行臣 我喜欢你 什么 我说 我喜欢你 我想成为你的夫君 可你本来不就是我的夫君吗 我 你之前娶的是灵家 现在是我本人 我灵州喜欢你 和灵家无关 等等等等 你先别急 你一个小孩 你说什么喜欢 你 你真的还太小了 你就是把对朋友的情感 当成了男女之情 我 不是小孩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策军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只是你真的还小吗 我知道了 怎么会跟我表白呢 我还想等局势稳定 就放他们出府呢 怎么办呀 殿下 看着有些疲惫 昨夜没休息好吧 没有啊 上朝 陛下 匈奴侵犯边境 烧杀抢掠 名不聊生 讨伐匈奴之事 迫在眉睫 儿臣本想亲自领兵 可身体不许 私来想去 竟只有黄姐夫君 灵策军最适合出征 儿臣请求灵州将军 出征边境 击退匈奴 陛下 不可 黄姐 有何不可 灵家世代 骁勇善战 如今边境百姓 都名不聊生了 你还要因为儿女 私情拒绝吗 因为你不怀好心 边境平静 实于你 怎么就突然战乱了 我们与匈奴 明明有休战合约 为何在临近 国宴之时就出兵呢 害女殿下 此关乎着百姓存亡 且不是红楼那些 风流运行那么简单 臣认为 灵小将军 最适合平定战乱 臣 复义 灵小将军身为 太女殿下策军 此次出征 便代表了太女殿下 也算是为我楚国 做出的贡献 臣等复义 黄姐 你若再拒绝 可就是不顾天下百姓 只要楚星辰同意 那灵州 就隐去无回 他是故意 敢对我身边人吓套 国宴之时 就是他楚若水的死寂 臣愿意领兵出征 平息战恶 就百姓于水火 灵州 望 陛下同意 远了 你站住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明明知道 那是楚若水的阴谋 你为什么还要去 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 那日你说的 楚星辰 我喜欢你是绝对不会变的 我虽然如今比不上沈大哥和肖大哥 但我绝对不是一个躲在你背后的小孩 我有能力与你一同承担 我相信你对国宴有把握 所以也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凯旋轨来 助你一臂之力 好 那出征前 我去送你 大部队在城外等候 我走了 早点回来 若我凯旋归来 希望得到你的吻 林昌 平安回来 殿下 殿下 女皇陛下传来消息了 说几日后便是国宴 让你准备好 让皇娘放心 是 凌州 我一定会接你回来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殿下您做了这么多努力 今日这场仗 我们赢定了 来来来 请 大人请 各位 国宴之时本该开心 可我看到楚国现状 却开心不起来 从小我一直尊敬皇姐 一直忍让 纵使她蛮横跋扈 我也从不计较 可如今 她身为楚国的皇女 居然不顾灾泥 还行事浪荡 公然与侧君在红楼取乐 还几次不顾朝堂政事 只顾儿女私情 这些我看在阎人 却因为百姓们而看不下去 她楚星辰 真的能受任楚君皇太女的位置吗 陛下 三殿下救济灾民 行事稳妥 使天下为己任 代百姓为父母 反观皇太女 不顾灾民行事浪荡 不顾此命 臣以为皇太女 有三殿下当 而楚星辰 他不配当皇太女 臣负义 楚星辰 他不配当皇太女 陛下 臣的儿子 嫁到了皇太女的府中 可是皇太女 对我四大世家 是完全无事 臣求陛下废了皇太女 不然臣就效仿那王侍郎 在这大殿之上 壮猪而死 臣能复业 楚若谁 你竟真敢联合谢家谋权篡位 皇娘 我自小读书习武 样样比过他楚星辰 这些年赈灾旧气 心怀天下 我凭什么不能做皇太女 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请女皇废除皇太女 离三皇女为储君 我不同意 楚星辰 你觉得你现在 还有资格说你不同意吗 这 这是何物啊 此物名为报纸 由活字印刷术印证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震惊 三皇女竟是美脖子 这 这何意啊 报纸上所写的 就是三殿下的所作所为 你们是何人 婆婆您别害怕 我们是听说朝堂来救灾了 特地过来看一看 救灾 什么时候救灾了 这碗中 是土 我们灾民只能挖些土 扮成水来冲击 还能顶宝 不是说朝中的三殿下来救灾了吗 你们都没有收到吗 他倒是在城里市州了 我们这些灾民 哪能进得了城里 那粥是没喝到一口 除了水拿着灾款市州 结果就在城里做做样子 用真灾的钱演戏 宛东 你快去找一些棉被和粮食 来给这位婆婆 是 婆婆 那为什么不早些来 早些 我的小孙女就不会死啊 早些呀 吴密 你血狗喷人 我有人证 我们从未受到赈灾款 更别提湿州了 我们是没喝到一口 这位三殿下 我们甚至连剑都没有见过 若有石州 我们怎么可能饿死那么多人 我们所讲句句属实 如果不是皇太女殿下 得知此事 送来了棉被钱财和粮食 我们哪能活到现在呀 当初三殿下 可是支出国库 一大笔灾款的 怎么会如此 难道我没有救灾 我没有 我救灾了 这些都是他骗人的 就是楚星辰 赵儿的戏子 听给大家看的 楚若兄 你用灾款演戏 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吗 楚若水你知不知道 你用来做刑事 是周的钱 是他们的命 大殿之上可以做戏 就如同楚若水 可以在城里做戏一样 但是各位贤臣 可以去灾区看一个 百姓是不会骗人的 我楚星辰也没有能力 请千千万万的百姓 陪我做戏 相信各位贤臣都不是傻子 谁真谁假 一看便知 那这红楼头牌 就是三殿下的秘密情人 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如此不堪之事 这 这又是合意 不可能 楚星辰怎么会知道 我和玉兽的关系 这个人 三殿下可眼熟吗 你以为你把我绑起来 有用吗 我什么都不会想 什么都不会说 你以为我放了你 你还有命活吗 怎么不能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只可惜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的三殿下 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什么都没说 你妹妹做的面条很好吃 不想回家吗 你不准动我妹妹 和她无关 当然和她无关 可是因为你的举动 差点害死了她 你可知道我去的时候 楚若水已经派了杀手去杀她 要不是我和沈苍竹及时赶到 你妹妹就不在了 不 这不可能 哥哥 这都是真的 哥不是太女殿下救下我 我早就已经不在了 我早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我不认识 三殿下 别怪玉树 是你先的玉树不认的 奴才与三殿下 楚若水在一起多年 三殿下和我私会 从我这里得到了 各级官员的信息 为我一掷千金 那些财款一半给了我 而我用这些置办手势 打通朝中官员给他做事 污蔑 这是污蔑皇族 罪不容恕 楚若水 你身为楚国三皇女 勾结匈奴叛国 证据在此该当何罪 三殿下 谢家当初与你合作之时 他从未听说过 你与匈奴合作 谢家从不会叛国 身为皇亲血脉 叛国应当奸仪 我们再在这闹 是楚国的家务事 三殿下叛国 可是贼呀 国贼 买国贼 都怪姑生出匿女 来人 将三皇你给我压下去 打进大牢 既然事已至此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来人 把这里围了 哎呀 这 你 你要干什么 你 你这是谋逆 谋逆 谋逆又如何 楚星辰我告诉你 我劝你早日投降吧 你身边唯一手握兵权 灵州将军 早已身手一处了 我早已串通匈奴 里应外务 彻夜偷袭的林家军 取了灵州首级 我要杀了你 你要杀了我 就你现在这个处境 还想杀我 真可笑 若水 毕竟她是你皇亲 不如放她吧 谢子清 你居然为她求情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 来人 在座所有人 格杀勿论 抱抱抱抱抱抱抱 三殿下 宁正将军 他开身而归了 什么 他不是死了吗 不可能 我明明接到消息 说他早已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框什么 楚星辰 这是你扰乱居 现在假消息吧 今日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看谁敢伤你 林昼 你还活着 吓死我了 我说过 我会回来 我相信 你是怎么从匈龙那 逃出来的 杀出来 楚星辰 原来一直是我小看你 一直都在你掌握之中是吗 你就是问了这一天是吗 为了不打草惊蛇 让你提防 我处处顺着你的计划 难道你就不觉得 太过顺利了吗 凭什么 这个位置就不该理做 我能不能做 不是你判定的 你做的是戏 死的 却是千千万万的百姓 你不配做楚国的女君 完了 全完了 楚星辰 我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放了楚若水 往后 你想了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有什么面子 只要你放了楚若水 我 我们保障 以后都不会再打扰你了 滚 谢此前你算什么东西 你替我求情 若水 你说什么 你不是说爱我吗 我叫你有何用 我要的 从事之中都是权力 在我眼中 你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我们明明是想爱的 也是我你最爱的 陛下 你怎么了 黄娘 你的药已经凉了 喝一些吧 没有用的 就算是太医不说 黄娘知道 时日不多了 您别胡说 我才刚刚稳定了局面 还没让您看见我大展宏图呢 我算是看不见了 就希望能看见你生下继承人 稳住朝廷 黄娘 罢了 你下去吧 黄娘的身体 你们也看见了 可如今刚刚平息了三黄女 这催生继承人 会不会太急了些 自古龙生九子 方能天下太平 殿下贵为黄太女 理应让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 深宫之内 无血腥之仇 但下龙女 龙子们 一位先帝 在天之灵啊 臣复义 殿下必须得有一个继承人 臣等复义 愿太女殿下早日圆房 但下继承人 怎么在这里要被罪货了 臣的权子 嫁到太女府中 绝无所出 臣愧疚 不过若太女需要 臣家中还有几个儿子 都未婚嫁呀 不如全都嫁入太女府中啊 全部嫁入 不不 不用了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婉东 你去看一下 他们在殿内吗 看谁 看我的夫君们 你们晚上好啊 朝里那些老臣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怎么感觉你从宫里出来就变得这么不对劲 没什么 就是天色已晚 我要回去休息了 困了 婉东 我一定要生孩子吗 我就不能不生吗 当然不行了 你可是有整个楚国要继承的 下去吧 哦 我还想等着局势稳定 送各位夫君们离宫的 谁想个怎么办呀 小王 你怎么来了 殿下 今日的早饭 是肖策军亲手为您做的 殿下 沈测军这是谈给您听的吧 走吧 殿下怎么走了 测军您不着急吗 奴婢可听说 殿下先生下谁的孩子 谁就是皇夫 这朝中的奏折呀 都是催你快点生计成人 我问过婉东 至今你还没有和你的几位夫君援防过 我 之前凌晓将军不是来救驾吗 既然你和他关系好 今晚就让他侍寝 侍寝 我和凌昭 楚宫神 楚宫神 他是在躲着我吗 殿下 您躲着灵侧君也没用啊 这晚上还是要见面的 我就不能不远方吗 不行 女皇陛下的命令 奴婢必须遵守 这婉东看得也太阳了 你在躲我 我哪里惹到你了吗 没有 那你是不想今晚跟我待在一起 我 难道凌晨知道今晚事情的事情了 楚星辰 我等了你好久 你是不是忘记了今天是我的生辰 你还一直躲着我 生辰 是啊 你却那么不想给我过生辰吗 我还以为 我当然想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 长寿面 这是你亲手做的 林昭 谢谢你那天赶来 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 生辰快乐 我说过 我不是在你背后的小孩 而是和你并肩的人 我给你五千 那也庆过生辰了 那我就先走了 楚星辰 我初中之前 你答应过我 答应什么 给我一个吻 林昭 你听我说啊 这个 我 那 那我先回去了 林昭你干什么 今天是我的生辰 殿下要留下的过月 跟我远方 啊 林昭 感觉你回来后 就变了一个人 殿下 我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时 我想着 我的殿下还在等我回去 可是我今夜 真的不能远方 你不喜欢我 还是说 你要去找别人 沈苍卓 萧望 还是周不言 不是 我 我有情况 我 我鬼水来了 不能远方 那你也不能走 你今天晚上 必须留在这里 就这样睡吧 我先去沐浴 林昭 战场上受的伤 疼吗 殿下小将军 你们起来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殿下昨夜 是在灵侧军这过夜的 碗东 你回去煮一壶茶 这一晚上口干舍燥的 这殿下做了什么 我跟他呆了一整晚 你说我做了什么 沈苍卓 你也能见见 杀我 你敢吗 我敢 沈苍卓 我跟他什么都没干 那昨晚殿下 我也会说到口干舌燥 那是我跟他聊了一夜聊的 还吃了一夜的蜜蜒果子 别留下痕迹 让殿下担心 殿下 最近府内都传遍了 说灵侧军失宠了 是真的吗 没有啊 那天晚上 我和灵州聊了一晚上 反而感觉比以前清静多了 什么 女王陛下是要让您原房 不是聊天 殿下 宫中传来消息 让您进宫 既然和灵晓将军原房 你不愿意 那就盯沈家的孩子吧 他不是还陪你去红楼演戏 今晚就让他拾起 皇娘 送太女殿下回去 太女殿下 请回吧 小军好 沈家那边传来消息 说女皇已经下令 今晚让您和殿下远房 是太女殿下 让我出去买东西的 女皇陛下有令 今晚谁都不能离开太女府 太女殿下的人也不行 嗯 需要帮忙吗 要 殿下都这么不想与我们原房啊 我 我就是想出去摆个东西 殿下 萧家 沈家 灵家 可是很难平衡的 殿下 骑士到了 骑士 殿下 先喝了焦杯酒 哦 殿下 殿下睡了 殿下 你脑袋上 长眼睛了 殿下 你为何如此惧怕远房 还不是到登基时 要放你们离开 因为 我怕生孩子 殿下 一次原房 并不一定就有孩子 今夜 殿下想对神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 你没事吧 都流血了 我 哎呀 痛不痛啊 测军都流血了 这事是不是说明成了 必须啊 说不定还一举得一个小黄女呢 我得赶紧回宫禀报陛下去 这这这这 测军 听说明轩殿那边 已经和殿下原房了 什么 消息当真吗 殿下身边的晚东姑娘 都已经回宫汇报了 哎 小将军 您这时候要去有什么用 可那是楚星辰 是我喜欢的姑娘 可沈测军 也是殿下的夫君啊 殿下 毕竟是皇太女 你从小跟随星辰 对他忠心耿耿 是他身边最优秀的暗卫 保护殿下 是属下应该做的 当初让你成为星辰的侧君 是为了让你更好的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我们未来大楚女君的父亲 绝对不能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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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又在门口啊 恭喜恭喜 恭喜殿下和侧军园房 什么 汇报去了 不是你等等 那你们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沈仓主 你到底喜不喜欢楚星辰 喜欢又如何 不喜欢又如何 不喜欢你怎么敢 没有 那帕子上 是我的鞋 啊 晚东都和我讲了 你和沈家的孩子远房了 皇娘 您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当然 一想到我马上就要有孙女了 这药啊都觉得不苦了 皇娘 昨晚 并没有远房 什么 那帕子是怎么回事啊 是沈测君的血 他不小心受伤了 女儿就拿帕子顺便擦了擦 你 千万让肖王氏气和你远房 下去 殿下 既然您这么重视 难不成你喜欢的石销测君啊 我只是不想让皇娘再烦心 测君 女皇让你和殿下远房之后 殿下身上就挂了红 之前几位测君都没有如此 以小的看 殿下肯定是喜欢测君的 是喜欢吗 啊 先下去吧 好嘞 父亲 您这次出来见我是为了 你身为殿下的侧君 应该多学习 别被沈测的小子给比下去 这 这个 你看 楚星辰难不成喜欢的是肖旺 之前两次都没有见到他大声旗鼓 哼 唉 连我昨天 满温海面 坠受了 侮辱歧途的一抹人言 一朝相伴 一起向前 您 你 这一话 小小军 我心动你已久 春香一刻直线街 我们不如就此安睡吧 好了 他们走了 殿下 相望 我 我这是 缓兵之计 所以殿下是 不愿意吗 我 我一直以为 殿下对我是有些想法的 不不不 我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小王 黄娘的身体 已经越来越差了 我若是公然拒绝原防之事 只怕 她的病情会更加严重 所以 我便利用了一下你 对不起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 小王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见 我说 臣还是第一次来这花灯夜市 真美 那我今天 就好好带你逛一逛 小王 你看 下雪了 殿下 臣愿意 被你利用一辈子 好 好 小王 你干嘛 殿下 殿下来 少早 现在 殿下 殿下 我进来了 殿下 萧色君 怎么了 殿下 和萧色君 不见了 萧色君 萧色君 和殿下 不见了 什么 难不成 萧忘带的 楚清人 私奔了 侧色君 殿下 殿下 和萧色君 不见了 李可 赖人 全程给我去搜 是 你听说了吗 太女殿下 和她的小侧君 私奔了呢 哦 什么 她和小王 私奔了 闭嘴 关你什么事啊 都接下囚了 还以为是 太女侧君呢 萧忘 对不起啊 昨天玩得太晚 睡太沉了 你竟敢 快走殿下 你误会了 是我带萧忘 出来的 不管她的事 黄娘只说 让我和萧忘 原防 又没说 一定要在府里 我们出来 也是一样的 你们原防了 楚清人 你喜欢萧忘 嗯 殿下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殿下他 走吧 侧君 您受伤了 对不起啊 肖旺 又利用你了 为了让黄娘安心 我只能这么说了 肖旺 愿意 侧君 如今太女殿下 和肖侧君 原防 嗯 沈家那边 下去吧 是 沈测君 你怎么来了 也没接 宛东通报一声 殿下 接下来谈话 不方便外人听见 臣别让宛东姑娘 去休息了 你 这 这是 这是 这是沈家的祖传玉佩 使他 便给他情报格 得到任何消息 这是沈家的 全部门客名单 文臣武将 全在其中 还有 就是和沈家 所有的相关势力 这些 我不该知道吧 你不会是想要 杀我秘口吧 啊 殿下 我想说 你去选萧家 不如选沈家 沈仓主 我 我明白了 小将军 您不能再喝下去了 您都喝了好几天了 主星辰呢 听闻 今日 太女殿下 和肖策军 一同出去了 静静 你说我到底 哪里不如肖王 灵州 你怎么来了 你 你 你干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 我还要问你干什么 你喝酒了 你 主星辰 我到底算你的什么 你醉了 我没醉 你为什么可以选萧王 却不能选我 这我跟你说不明白 日后你就知道了 你 我不明白 你疯了 我是疯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只属于我一个人 什么时候 你才能离他们一远点 我是楚国的皇太女 谁也不属于 对不起 我真的 我真的 真的好喜欢你 你说你喜欢我 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你能分得清是喜欢还是占有我 回去吧 是最轻弱到最白 人间从从而远爱你 不会有感 说狗的吧 这么疼 听说你最近和萧家孩子很亲近 我心中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您日后会更好的 其实你妹妹 除若水 她如此 我也有一半的责任 虽然 做了那么多 伤天海里的事 毕竟是你的亲妹妹 皇娘替她向你求个情 饶她一命 就让她流放便气 永不回击 皇娘 您吩咐就是 女儿一定遵从 然后啊 大厨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我累了 下去吧 秘皇陛下 驾崩了 你 啊 啊 的 殿下 太医说您跪了一个月 不能再跪了 虽然做了那么多 上天海里的事 毕竟是你的亲妹妹 皇娘替她向你求个亲 饶她一命 就让她流放边际 永不回家 晚东 替我传令到天牢 楚国三皇女大逆不道 谋逆通敌 发配边关 永不得回家 是 奴婢这就去 快走 热水 你要去哪儿 出现真要怎么处置你 边关发配 永不得回家 流放就好 至少保住了性命 等放我出去 我就去找你 到时候 我们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谢自清 我是楚国的三皇女 你让我跟你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你配吗 你不喜欢我 若不是之前谢家对我有些作用 我又怎会与你亲近 若是 难道你忘了吗 七年前我被山菜抓走了 是你走失救了我 当时我们心意相通 互定终身啊 七年前我可从未走失过 走失的是我那好姐姐 楚星辰 你说她七年前怎么就没死在外面 就算是喜欢 你喜欢的也是楚星辰 快走 若是你回来 你回来说清楚 殿下 活不可一日无君 还请殿下尽快即位 成为楚国的女君 残党护义 等楚若水压界边关的那日 孤便即位 上 小心 不要刺贡 有人结狱 多水 我来吃饭 有人结狱 我也得去通知楚星辰 今日过后 殿下便是楚国的女帝 百姓们的女君了 哎 礼部的朝府呢 怎么还没送来 礼部的人还没有到 怎么回事 这马上就要上朝了 怎么还没到 还不赶紧去问一下 是 若水 赵叔和朝府都已经在这里了 等我持有赵叔和朝府 登基继位 再杀了楚星辰 到时候我看还有谁敢不认我这个女帝 你就是偷梁坏柱 无耻 什么人 我是楚星辰的侧君 我叫谢自清 麻烦各位去通报一番 几位侧君皆在府内 从未听说过有谢侧君 不会是哪来的流浪汉冒充的吧 我真的是楚星辰的侧君 我有要事禀报 都嚷嚷什么呢 是礼部大臣来了吗 婉农姑娘 我是谢自清 我有要事禀告太女殿下 楚若水 她孕育了 什么 我们被押解出城的路上 遇到楚若水的手下 他们杀了狱卒 叫她出去 我发誓 我说的句句属实 楚若水想偷梁换柱 那得看我同不同意 走 我们去朝堂 可是殿下 朝服和诏书都不在 朝服诏书 孤穿的就是朝服 孤 就是诏书 这不是三殿下吗 是啊 怎么身穿朝服 是我拿诏书 难道太女殿下出什么事 三殿下 你这是何意 女皇仁慈饶你一命 你却愿于造反 我登妻 谁敢反对 下场如此 大胆逆贼 老臣死也不为让你到楚国的女君 楚若水 看你殿下 楚星辰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来人 给我杀了他 杀楚星辰 我明明在差一步 楚若水 孤本来听皇娘一命放你一马 是你自己不要命 杀四卿 救救我 我愿意和你走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不是爱我吗 楚若水 七年前的不是你 而我如今爱她 也不是你 而是楚星辰 女皇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参见陛下 仲卿平身 陛下 前几日谢家有功 您看是否恢复谢子卿身份 那就从轻发落吧 陛下 臣有本起走 如今陛下已经登基 这皇夫的人选问题 该提上一事日成了呀 萧玉使说的是 后宫不可无处 不如就从陛下的五位侧君中选出 以臣之见 萧侧君位居东宫之位 掌管东宫已经很久了呀 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 臣不认可 臣认为审侧君沉稳冷静 最为合适 陛下 臣以为无论哪位侧君都可 陛下还是尽快决定皇夫人选才是 臣等护议 此事不急 日后再议 散吵吧 陛下 皇夫的人选 您选好了吗 奴婢还以为您会选萧侧君呢 您之前也只和萧侧君远方了 可以选择离开皇宫 您愿意吗 陛下 是我们侧君哪里惹您不高兴了吗 不是的 萧望你很好 真的很好 所以 我才更应该放你自由 你是因为家族和我在一起 不应该被困在这 沈行 不得无礼 之前 园房之事利用你来安抚皇娘 我真的很抱歉 希望 你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生 只要是陛下所说的 臣都愿意去做 那你想通了 随时来找我 侧君 陛下怎么能这样对你 我们都以为 侧君您是皇府的最佳人选 下去吧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是为了卓子 伤到了吗 行程 凡是你所说的 向我都会去走 侧君 小的听说陛下要让肖色君出宫了 据听说 肖色君那天晚上 根本没有跟陛下缘防 一切都是为了安抚 先皇陛下 那这样说 咱们沈家还有机会啊 下去吧 是 侧君 听闻陛下要让肖色君出宫 你有机会了 什么 可是萧望不是和陛下 已经缘防了吗 小的听闻那是假的 当时是为了安抚先皇 所以 楚卿尘喜欢的 不是肖王 浙君 您还有机会 士君 小的听说 陛下让肖色君离宫了 如今殿下 也让谢家将功赎罪 恢复了您士君的身份 您说 我们还会不会有机会啊 机会 我根本不配得到他的机会 吹响这个口哨 你是真的会出现啊 无论属下身在何处 都会揽陷陛下 可是我不需要你 无时无刻都在我身边 陛下 你不要属下了 不是不要你 是要你去做自己 你干什么 一个失去主人的安慰 没有护着的价值 算了 下去吧 楚先生 你是来选我做你皇夫的吗 灵州 我想放你出宫 你不应该被困在这儿 你说什么 陛下 请坐 沈仓主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 陛下有什么事情 先放一放 能否听臣谈完这首曲子 殿下 是对所有男子都不在意 还是从未将臣当过夫君 殿下 你选小家 不如选沈家 陛下 臣 不会离开 你 你 陛下请回吧 沈仓主 你的野心 从不在后宫对吗 陛下 您怎知我不在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陛下 您将所有侧君都散了 那谢氏君那边呢 直接派人让他出宫 嗯 明明什么都没做 怎么会有一种 抛夫妻子的感觉啊 陛下 您若真的舍不得几位侧君 完全不用让他们离开的 哎呀 吴婉东 这几位公子在干什么 陛下 王公大臣知道您要前三后宫 以为陛下厌恶了几位侧君 这不又送来了几位公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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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小心些 嗯 嗯 下去吧 陛下 既然您不喜欢那个公子 又何必亲近呢 几位夫君看到我如此 想必就会失望离开了吧 听说 最近陛下召集了不少世家公子相看 看来 五位侧君失宠 是真的吧 是啊 我最近都没有看见几位侧君 嗯 想是陛下有了新欢 他们也离开了 嗯 陛下 您要是真舍不得 也不必让几位侧君都离开 雨露均沾便可 他们如今看到我这样对他们 他是已经走了 我就是有些不适应 嗯 那五位侧君 您最喜欢哪一位啊 嗯 是萧侧君 还是周侧君 只想靠在你怀抱天荒地楼 殿下 此人想杀你 留不得 我明白 让我缓缓 好 那我就先退下了 陛下不说话的话 那就是 沈侧君 陛下不说话的话 那就是 沈侧君 沈侧君 你缓好了吗 嗯 那我进来了 沈侧君 灵侧 灵周 这些都是你布置的 嗯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沈侧君 沈侧君 我喜欢你 啊 总不可能是谢氏君吧 嗯 当然不可能 想什么呢你 唉 上朝 尘 拜见陛下 平身 陛下 我们是不会走 陛下 既然几位 侧君没有走 那新春燕 怎么安排 那就 再加上 四个人的年夜饭吧 楚行辰 让我闹下 香港 然后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